绝对没有不散的沿袭 巴黎奥运会进入了尾声 尽管赛场总有结束的那一刻 但是孙颖莎为我们延续着新潮澎湃 闭幕 孙颖莎胸前的一抹红显得格外耀眼 随着现场解说女生喊到孙颖莎的名字时 她抿了下嘴唇 调整了自己的站姿 介绍其他运动员时 孙颖莎丝毫不吝啬她的掌声 在巴赫的主持下 他们围在一起 吹灭了巴黎奥运会的圣火火种 孙颖莎身后红色的China 此刻显得更加醒目 这一刻她不仅代表中国 更是代表亚洲 展现东方的精气神 毋庸置疑孙颖莎做到了 她挺直了中国人的脊梁 在奥林匹克精神的见证下 在遥远的一国他乡 孙颖莎让世界看见中国面貌 然而孙颖莎能够站上闭幕式的舞台 单此大任 正是因为她足够优秀 巴黎奥运会 孙颖莎从开幕打到闭幕 一共打了14场61局比赛 不仅身兼三项 为了捍卫国拼荣誉 她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所有比赛结束后 她依旧坚持到参加闭幕式 代表亚洲站上世界舞台 巴黎奥运会开幕前 官方发布了本届奥运会 最值得关注的12位运动员 而孙颖莎位列其中 并且是唯一一位中国上榜的运动员 她不仅是国拼的骄傲 更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孙颖莎一路走来 经历过独自摸黑行走的孤独 也经历了突破自我的释然 更经历了实现成功的喜悦 如今她站在世界舞台 被全世界注视 她带着中国人的自信 影响着更多人 或许没能实现大满贯 成为了她在巴黎的遗憾 但是24岁的孙颖莎 在往更高的台阶不断进步 四年后的洛杉矶 她将展翅高飞 燃烧她内心的火种 孙颖莎闪耀巴黎奥运闭幕式 国拼一姐成亚洲代表 阿汤哥意外亮相 北京时间8月12日 璀璨的2024年 巴黎奥运会缓缓拉上了帷幕 中国军团以辉煌战绩 40斤 27银 24桶的佳绩 傲然屹立于金牌榜之手 奖牌榜上一稳居刺席 与世界共建荣耀时刻 这不仅是体育的盛宴 更是历史与未来的交响 奥运之火 在百年轮回后 与巴黎再次绽放出 最耀眼的光芒 当夜 法兰西体育场上空 星光熠熠 闭幕式以一场 穿越时空的仪式 拉开序幕 中国代表团 在举重界的 威俄巨博李发斌 与女子驱棍球领域的 铿枪玫瑰欧子侠的引领下 手擒五星红旗 步伐坚定 步入会场 每位队员的脸上 都洋溢着自豪与不舍 挥动的旗帜 如同翻涌的波涛 彰显着中华民族的 磅礴力量与昂扬斗志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国乒小将孙颖沙 作为亚洲运动员的 璀璨代表 登上了闭幕式的荣耀舞台 他那两枚金牌 一枚银牌的光辉成就 在致辞中熠熠生辉 他不仅是乒乓球桌上的王者 更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以其卓越的成就和谦逊的态度 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与喝彩 随后 一幕震撼人心的表演 将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62岁的 好莱坞传奇汤姆克鲁斯 宛如叠中叠中的 超级特工在线 他从云端一跃而下 精准接过奥林匹克会骑 驾驶摩托车 穿梭于巴黎的标志性建筑 埃菲尔铁塔之间 最终跃上飞机 将这份神圣的使命 带往下一个奥运之城 美国洛杉矶 这一幕不仅是对 电影艺术的极致致敬 更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诠释 让全球观众 仿佛置身于一场 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随着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先生 随后孙颖莎与来自各大州的运动员代表 共同吹熄了那数 承载着无数梦想与汗水的奥运圣火 他不仅标志着巴黎奥运会的圆满结束 也预示着新的奥运征程即将开启 在告别的号角声中 我们满怀期待 相约四年后的洛杉矶 再续奥运情缘 共赴体育的盛宴 孙颖莎被意外留下了 国拼携游泳梦之队一起回国 闭幕式值得期待 随着乒乓球与跳水赛事的圆满落幕 巴黎的夜幕虽未全然降临 但两对剑儿已悄然启程 踏上归途 此番提前撤离 实则是巴黎之行 时速欠佳的小插曲 归心似箭 亦无可厚非 而在这离别的序曲中 机场一幕尤为温馨 且不失趣味 乒乓剑将与跳水精英 不期而欲于同一时空节点 或许在短暂的交汇间 已交换了胜利的喜悦 与未来的期许 更为壮观的是 两队人气爆棚 粉丝如潮 机场瞬间化身为欢送的海洋 人群簇拥 形成了一道道爱的壁垒 热闹非凡 竟显两队非凡魅力 在这人潮汹涌中 马林教练犹如领航者 引领队伍迅速穿越人海 直奔登机口 那份从容不迫 既是对拥挤的避让 也是对秩序的尊重 球员们脸上 更多的是淡然与谦逊 即便荣耀满载 亦无丝毫交金之色 陈梦更是以挥手致意 温柔回应每一份热情 将感激之情化作无言的暖流 温暖了每一个在场的心灵 跳水队同样星光异议 尤其是全红蝉 她如同璀璨星辰 与队友笑语盈盈 那份成长的喜悦与成熟的风范 在她身上熠熠生辉 两枚金牌的辉煌 不仅是记忆的巅峰 更是心灵的蜕变 对她而言 这无疑是最美的风景 而另一边 孙颖莎的选择 则添上了一抹不同的色彩 她选择留守巴黎 参与闭幕式的盛宴 或许是对这座城市的留恋 亦或是对奥运未尽之心的延续 尽管女单赛场留有遗憾 但姐妹情深 陈梦的荣耀亦是她的骄傲 加之混双与女团金牌的加持 她的奥运之旅 已足够精彩分成 愿她在闭幕式的舞台上 尽情享受这份属于她的荣耀时刻 让欢笑与回忆 成为此型最宝贵的收藏 看到孙颖莎作为亚洲代表 出席奥运会闭幕式 才明白她就是自己人生的大女主 莎莎是奥运会闭幕式史上 亚洲首位女性代表 也是奥委会官方选出的12名 最值得关注的运动员里 唯一一位女性 此刻孙颖莎的奥林匹克成绩 不再是数据化的两金一银 而是代表亚洲代表中国代表着女性力量 大女主真的靠实力让全世界看到了自己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时代青年女性凯莎 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肯定想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然后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吧 这一刻相信祖国都会为她感到骄傲的 孙颖莎也用自己的实力完美诠释了 从来没有属于某个人的时代 只有被这个时代铭记的人 其实这样的重要活动她参加了不止一次 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 孙颖莎也曾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 19年她还作为优秀青年运动员代表 参加国庆花车为祖国献礼 当有些人还在质疑孙颖莎的实力时 殊不知我们的莎莎已经是Next Level的存在了 而要问为什么这些活动都是莎莎在参加 除了她优异的成绩外 更重要的是她有一颗真诚 和始终坚守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心 她经历过近三年没有主管教练的野蛮生长 也经历过无人为她鼓掌呐喊的孤独时光 在东京奥运会单打人选出来时 孙颖莎瞬间被质疑声包围 她删除了各种恶评后 只留下了一句你凭什么上单打 然后在女拼最困难的时刻孙颖莎站了出来 4比0横扫伊藤美诚成为新时代女拼的英雄 但她自己的路总好像缺点运气 奥运大赛自己频频拿到银牌的成绩 23岁小女孩手上一直不断地后继 肩上扛的是中国拼弹的重任 从直角尖打到高低尖的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但当她正面所有人的时候 孙颖莎就已经赢了个彻底 而且莎莎本身就是温柔真诚的代名词 女拼团体赛后张本美和被打的眼眶通红 一结束比赛莎莎就立马送她心爱的聘红她开心 她会在比赛结束时第一时间关心早甜的伤势 却忘了自己的胳膊已经有了明显的肌肉反 只要有莎莎在的领奖台永远都是其乐融融 所以为什么只有孙颖莎可以登上国际的舞台 大概是因为孙颖莎永远都是最美好的女孩 她也一直都是自己的大女主 来日方长期待下一次洛杉矶的再次见面